哈喽大家好,我是柯子 由日坛公园出品的播客节目《日之路》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 将于明天11月2日星期二恢复更新了 给没有听过《日之路》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日之路》是一档以科研科普为主要内容的节目 嘉宾大部分是从事科研工作的硕士博士生 或者老师研究人员 大家在这里一起聊一聊自己的工作、生活、困惑还有快乐 一起探讨一下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欢迎大家在任何你喜欢的音频平台搜索《日之路》 《日坛的日》、知识的《之》、录音的《路》、《日之路》 我们一起来度过一段轻松又有内容的时光吧 谢谢大家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日坛公园 我是小伙子 今天我们的录音室里还有我们另外一位主播三千老师 大家好 我是三千 三千老师 你看我们今天坐在这儿聊这个话题 还得由你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今天会聊这个东西 这个话说来可就长了 我尽量谈话短说 就是我有一天走在街上发现 这个地方不错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好想知道它为什么这么不错 所以我使尽了我所有的能力和人脉 把我眼前这一片我非常喜欢的一片地方 他的设计师和他背后的策划人员终于挖出来了 请出来了 然后请到我们的节目里聊一聊 就是他是如何设计这片地方 以及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这个关子卖的 你先说那个地儿 那个地儿是哪 这个地方其实是北京的亮马河 有一天我在篮港吃完饭出来 溜弯突然发现我走到了一个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不熟悉的地方 然后我意识到这个地方是亮马河 但是亮马河两岸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样 有点像好像在外国的那种水岸边去溜达的感觉 这个耳目一新 所以我当时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去找去查 终于让我找到了他后面的背后的设计师 就是我们本期的嘉宾石头哥 大家好 我是石头哥 沈童申 我们公司叫AECOM 是一个外企 亮马河是我们天津设计团队的作品 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谈一谈北京的亮马河 那我是负责我们公司在整个国内的河道整治业务 那所以这个项目的类型以水为主 那刚好我本科念的是水利工程 所以我是一个工程背景 所以我了解水 后来我又读了一个景观规划设计 所以我又了解城市 又了解树 那所以这些让我现在就在做跟河川相关的事情 真是 然后说到跟石头哥认识 我觉得想起来就很有意思 好像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乌龙 因为那天我们公司的策划团队的小伙伴跟我说 说三千老师请到一个特别厉害的嘉宾 然后他说要来公司录个节目 我说是什么节目 他说就聊聊亮马河 然后我一听我特别兴奋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亮马河附近 我就在那边长大的 然后我看着他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说我可以 我有感情 我能参加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一起拉了个群 大家就是先认识一下 聊聊天 做个所谓的钱财 然后我当然还说 我说三千老师快给我介绍一下石头哥 到底是何许人也 三千老师说我也不认识 我也第一次见 我说后来才知道 感情你也是 就是慕名找到了他 对 因为我的专业是土木工程 自己系里头也有水利专业 然后国际工程专业 所以其实算是半个同行 只不过现在我去做动画片了 没有在做工程这一块 但是因为大量的同学 什么都在这个领域里 包括有在班加西的 有在塞内加尔的 有在国内的 所以我就拜托他们 你帮我查查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们就辗转的说 我给找着人了 找着什么公司了 找着具体的人了 太好了 介绍来聊一聊 然后于是那天拉了群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家 但是今天我们坐在一起 见到真人之后 我们在公司外面说简单 我们先聊聊路音室外面 我们说简单先聊聊 没人一聊聊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感觉我说 要不然咱们就进屋 如果很多的内容特别精彩 我就没有办法放在节目里了 所以我们马上就开始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正式聊 关于说河道城市人之前 其实我有一个挺好奇的一个问题 就关于一个就像您就职的公司 它是一个设计公司 它到底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每天 ACOM是一个非常大的设计公司 全球几万人的一个设计公司 我常常跟朋友说 我们公司是只要你看到的 跟城市相关的设计 通通可以做从河道 景观建筑地铁桥梁 公路只要你看到的 跟城市相关的 跟人居环境相关的 甚至包括能源都可以做 苏州的经济湖就是 AECOM在国内的起家的一个作品 从大规划到沿着湖边的一个整治 然后到景观 然后给苏州现在的新区 创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对AECOM来说 处理城市跟水的关系 过去这20年 我们从98年开始做景济湖 到现在 比如说北京的亮马河 最近深圳最火的大沙河 基本上都是跟城市跟水相关在一起 所以我们比较了解说 我今天这个城市 我靠一个环境的提升 我怎么样改变生活方式 我让这个大家能够安居乐业 还可以享受幸福感 还可以带动经济成长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在做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 听着真厉害 我没想到连地铁什么的这种项目 都可以做 这个真的挺厉害的 我发现你主持 或者参与过的很多项目 还真的我好像都去过 包括亮马河这个项目就不说了 我自己走过 然后像深圳的大沙河 深圳大沙河那算是个生态长廊 是吧 那个项目是我当时 我应该是去年 去深圳看Hookie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那玩过 而且是真的是一人一辆自行车 从他家沿着那个大沙河 一直骑到深圳湾口岸 非常漂亮 非常好玩 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咱们这边还有几个代表项目 就一说出去吓死你们 什么上海的国金中心 这个就不用说了 下一跳 珠港澳大桥香港口岸 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是北京 燕溪湖的国际会议中心 那个地方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在附近的那个密云通怀柔 那个小路中开车的时候 是看不见那个东西 但是一旦你从那小路出来到大路的时候 那一片突然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风景环境非常好 甚至我们专业的人去年聚会的时候 都选在那边去聚会了 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 但是那个地方我特别喜欢 我还以为这个是我一个什么私藏的一个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游客并不多 然后我经常因为我住在北边 有时候到了周末 我自己就开车开到那边 然后其实它吸引我的就是那些沿河 那些草坪 然后我就在那个草坪里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穿来穿去 这种小路就感觉特别舒服 没想到是您的作品 不见得每个都是我的作品 都是我们公司的作品 对 但是我负责我们公司对水相关的一个整治的一个整个板块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 我2002年底提着两个皮箱从纽约飞到了上海 在上海待了六个月 后来我就搬到了北京 然后所以过去这相当于将近20年 其实我们看蛮有趣 刚才您提到大沙河 对吧 提到了我们公司在国内的十组作品是金奇湖 其实蛮有趣的 如果各位朋友都去过这两个地方的话 你会发现整个老百姓对人居环境感觉是不一样的 金奇湖算是国内城市跟水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非常地标型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成果 大概主要被大家提起来是2000年到2010年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其实你看整个城市要的是一个很体面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大广场 要建一个大型地标 一个地标 然后展现出我们的经济的实力 这个经济实力不光从城市的建设要展现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也要展现 然后到了最近的大沙河得了很多很多奖 包括最近刚得了一个美国土地城市学会的一个卓越奖 全球的卓越奖 他反而在深圳这么样的一个全国算是最有钱的一个区 南山区的正中央 他突然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跟生态 对对对 那十几年过去之后 你发现哦原来老百姓在城市里头 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虽然经济不断的发展 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得顾对吧 你说我们要面子 但是我们还是要理 这个理是什么 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那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其实最后反映回来的很多的部分 是在城市空间里头 对包括我们回到您刚才讲的 要马合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作品 那其实跟老百姓想要的那个生活方式 应该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提到亮宝河 我真的就是想到我小的时候就在那边 因为我上学 包括以前我们家住的很近 我住在现在叫萧云路了 现在叫萧云路 原来那个地方叫什么牛王庙什么的 就是他不一样 然后离亮宝河很近 我觉得我对亮宝河最初的印象来源于我的同学们 就是我当时会有一些同学 他们家住在当时亮宝河的河边 那个时候那些河边都是一些小平房 然后我记得我同学说邀请我去他家玩 然后我们就从小学到学校 然后就跑到他家 其实还蛮远的 因为我小学在新原理 其实你看其实不是很近 然后我们就那时候也没有自行车 我们就走着跑着 小孩就跑到他们家那边去玩 然后那个时候你看这个河和大家的关系 其实跟一条路跟大家的关系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那些房子虽然它建在河边 但是那个地方跟大家的生活没有交集 而并不是向大家去想的 比如我后来到了上海 到了南方去学习什么的 然后我就看因为江南有很多水镇 那个水跟人的关系很近的 他们出门就在里边洗衣服 甚至有地方是通过船来通勤的 要不然人家那边会有什么摇到外婆桥 我想说听那歌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叫摇到外婆桥 我说这完全不懂 后来才知道人家滑着船就能到自己外婆家门口 对我这种生活在华北区域的人是不可想象的 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我到了那边也是会觉得 虽然它有条河 但那个时候那河其实没有生态 它就是一条河 而且在我想的时候 其实那个河还没有进行那种什么城市改造和治理 当时那河其实并不好 有的时候也会散发出一些不愉快的气味什么的 我就跟大家其实是没关系 没有人会走到河边去干点什么 但是真的我觉得在我从大学回来北京之后 我就发现这条河怎么这么宽 原来它是一个非常窄的小河道 后来我都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宽的河了 而且那河水也很清亮 然后就开始有人在那钓鱼 然后我说我说这个行 有大爷钓鱼 甚至可能会有人游泳 但我不知道 然后时至今日 因为在我们要聊这个节目的前两天 我还专门跑了一趟来 我去看了一下 我的感觉就更不一样 我就感觉这个地儿有点不太像北京 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我觉得它其实 它并不是我所见到过的北京人的生活的状态 就是我想的时候 大家其实跟水的关系没有那么近 甚至比如说像你看你在北京城里面 能见到那些比较宽的河 能有什么呢 可能大家有什么护城河 有老头钓鱼 后来也不让钓了 然后有的什么永定河里 有人在游泳 但后来常年永定河是没有水的 甚至最早到永定河 什么卢国桥那边 去需要组织去旅游 然后说到卢国桥太好了 然后去看一看卢国桥里面那种 永定河非常宽阔 到了以后发现永定河的河床上 有很多人在骑马 没水了 没有水了 后来我跟朋友聊起来 我说我小时候见永定河 那里边河床有很多人在骑马 我还第一次骑马就在那骑了 他说那不算什么 我后来学车我都在那学了 有人在里边开车就练开车 就真的 大家跟水的关系没有那么近 但是现在我感觉在北京城里面 真的是会有像 类似于亮马河这种 真的是水系 大家在这水系有新的生态 这个其实给我感觉特别好 因为我很羡慕那些有一条河的城市 原来北京我就是没有 是的 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世界性的大城市 基本上都有一条河 比如说国内来看上海 黄埔江 重庆的长江 嘉陵江 武汉的长江 其实北京真的没有大河 真的是没有大河 北京最大的一条河除了永定河 因为永定河太偏了 其实是外面 现在永定河有水了 现在有了 北京现在城区最大的一条河 其实是应该算通汇河 通汇河特别的重要 因为它其实是运河接过来 对草运 草运过来的 那时候我们的老皇帝们 他要运木头 要盖宫殿 要盖一盒源 其实那是运木头 但是其实先不看他的草运 其实北京是有水系的 其实是从西山一直下来 一直下来 它是海河河系的一个部分 海河水系的一个支流的一个部分 天津是九河下山 它是上面 对它是上头 它是上头 其实整个北京的水系 如果仔细研究的话 你从西山 然后到颐和园 昆明湖 圆明园 然后一直绕绕绕绕下来 你可能到了积水潭 到了北海 到了后海 然后一绕绕了 沪城河 沪城河南边有一支 就变成通汇河 然后接到通州了 北边其实有几支小的水系 有一条其实就是亮马河 对 其实北京没有什么大河 但是北京是有水系的 对 我觉得未来吧 未来可能大家 如果发现亮马河 创造了一个 我们很喜欢的一个 生活的惬意 或者是这种感觉的话 你慢慢的可能北京几条河 可以救回来 有可能市区的河都可以救回来 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政府赶的话 他可以把现在通汇河旁边的那条高架路给地下划 不是不可以 上海外滩不就是路缩窄了 底下做了一个隧道 其实这都有可能的 我印象太深了 我当时在上海上学 那个时候其实你打车你是打不起的 然后你会坐公交车 然后我从学校坐公交车到外滩去玩 有一个高架路 是绕着外滩往下走的 每次车开到高架路上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漂亮了 因为你恨不得要开到河里去了 又都回来 好像说亚洲第一弯 我当时超喜欢 我经常在夜里面 然后坐公交车从那边走 然后去看那个风景 后来某一年我在去上 我这高架路没了 怎么没有了 他就变成那个隧道了 他变隧道 所以他把一半的车流量从地下走之后 然后他在路面就减少了一半的车道 那人就可以来回自由走 因为你车速变慢了 所以其实北京最大的河 最宽的河 最重要的河 其实应该是通汇河 因为他整个街道 整个皇城 就是雾城河 再往北上去 就是到了什么积水潭 什么什么 最后到颐和园去 所以你说真的政府大胆的话 他可以把通汇河那条路 整个压到底下去 你说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比如说深圳现在也在探讨 深圳那个时候 快速发展 不是做了一个冰河 河路跟滨海 那两条高速 他们现在也在讨论有部分 是不是要把它压到地下去 对 所以看这些城市的一些动作 其实人跟水的关系 应该说城市跟水的关系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开始觉得生活方式也很重要的时候 我的幸福感也很重要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开始思考我们要的环境是什么 对 可能慢慢的会变化 对 原来我比如记着我最开始开车的时候 那种车技也不是很好 然后经常在北京开开开 然后前面会有一个路标写着某某宾河路 我就不敢开进去 为什么 因为往往像这样的路 它是一个单行线 然后它经常是一个大弯 然后拐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去了 因为它那个路是会紧挨着河道的 然后河道边也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就完全就是一条路 你在那上面开 然后我就会迷失方向 我也不知道我要开到哪去 我就很紧张 所以我碰到这种柄后路 我就拐弯 我就不往那边走 其实当然到现在还会有一些这样的路了 而且它其实会因为有河道 有公路 甚至有地方是有铁路的 它会区隔出一个狭小的空间 就比如你现在到高贝殿 从中间夹着一片地区 一个地方你就感觉进出不得 四汇后面的 对就那块是吧 有时候大家有这些年 好多人在那搞活动 当然我们人工人也在那搞过活动 每次当时搞活动 我就觉得好 又到这去了 行吧 然后就找找吧 然后在里面也找不太到 那个路也不太好走 对 我是会觉得像这样的地方 可能还真的值得去稍微改造一下 其实这个蛮有趣的 就说 其实你看工业革命之后 从200多年前开始 每个城市都寻求快速的发展 快速的发展 其实重点还是发展 对吧 我的生活我的协议的生活 没有那么重视 那其实对水 说对河这件事情 慢慢就不会这么去 刻意去强调它 然后通常会发生一件事 就是您刚才说的 通常河边会出现一些 不太好的房子 比如说 甚至平民窟 会的 我们不讲国内城市 我们就讲纽约好了 纽约沿着东河 沿着哈德逊河 基本上都是快速路 曾经某个年代 基本上都是平民 最低层的老百姓住的地方 那城市继续发展 有的时候是这个政府觉得 我的面子摆不住 他就说那我就建一条路 我为了要交通要能够通达 那交通通达是一个原因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要拆 要清 要清 对 清的结果就会变成 哇高架路在河边 在水边 在海的边上 常常变这个样子 然后再过了半个世纪 30年40年过去之后 大家发现 你这高架路 也可能塞车 也可能干嘛 也不见得城市越来越大 这个交通还是塞啊 我发现 那你又把我的水给占了 比如说波士顿 他可能就沿着海边 又把高架全部弄到地下去了 对 包括深圳 包括外滩 上海外滩 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所以其实你光看 城市跟水的关系 你再看城市的发展的过程 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谈的 其实蛮有趣的 反正我之前接触到 亮瓦河这一块水系的时候 因为我是天津人 我本身在 不管是天津的海河也好 还是我们天大本身 一个学校里有五个湖 你想想 就这种环境 所以我比较是喜欢清水的那种 所以我当时看到亮瓦河 我说修成这样 这两边 等于它有这种木板的这种地面 而且这种沿河的走廊 可以走很久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 就会一直在上面走 一直走 以前你很难说 是我从羽阳饭店后面吃完饭 我说在那里溜达里的很少 就赶紧走到路边打个车就完了 但是我可能现在就是在亮瓦河 我就会从羽阳饭店走出来 然后再走一段再走 至少走四五个桥的距离 等于把它的环境 从刚才的空间 走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这块可能变得灯火通明 再走下去 这块可能又居民又很复杂 然后又不一样了 这种一直延伸感我特别喜欢 因为我从03年到北京 然后待到了12年 然后我去年春天 我又搬回到北京 又待了一年半 结果在北京其实生活了超过十年 然后整天后两次加起来 所以我对亮瓦河跟你有类似的经验 零几年的 我忘了是零几年 北京的第一家顶泰峰 其实是在鱼洋饭店 再往东边一点 往东直门那边 它是藏在一个很奇怪的一区 其实旁边就是这样 现在还在 北京最早的一家女仆咖啡厅 叫乌根里 原来也在那个店上 然后以前还有一个泰国菜 大家喜欢的店就不太一样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印象很深刻 我以前去顶泰峰 因为那边其实蛮乱的 有一点像城中村的 就觉得什么顶泰峰开在那样子一个区域 然后但是吃完就走 那我最近我最爱吃的一家店 一个烧烤店也在亮瓦河边上 也在鱼洋饭店附近 我现在突然发现 我吃完饭之后 我可以走到三里屯去了 对 那以前我去吃顶泰峰的时候 我不会想到说我可以走到三里屯 其实很近的 其实真的很近的 而且像我有时候带孩子去蓝色港湾 上什么课外课 其实也很近的 其实我觉得亮瓦河在北京为什么有趣 是因为亮瓦河其实他沿途把北京的一些不同的区域 利用他的这个现行空间给串在一起 对 真的是串上了 以前我们没有想象中 我记得以前亮瓦河现在靠东智门这边 其实以前有一条路叫做东直门外斜街 后来没了本来又阳术特别高 后来因为坐机场高速就没了 现在亮瓦河整治已经整治到那边去 对 然后其实现在从那个地方一直走走走走走 你可以走到卖子店 而且也不远 不远 是个走路的距离 这个再整治不就到我们家门口安定门前面那一小片了吗 是吧 对 有可能 有可能会再往里头走 而且还会再往东边走 对 所以很多外地人常常跟我说 北京是一个开车的城市 不是走路的城市 其实我对这件事情一直是打问号的 其实北京人是爱走路的 其实他只要你觉得这个区我够舒服 我觉得走起路可以的话 愿意多走几步 你是愿意多走几步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靠一些空间的一些串联 他可以让人走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是OK的 那所以 所以亮瓦河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说他串联了从东直门到 我们说羽阳饭店这一区 我也不知道那区叫什么 然后到三里屯 然后最后到卖子店 其实这几区是完全不同的面貌 生态都不一样 生态都不一样 而且我们先不说自然生态 我们说老百姓生态不一样 其中还包括三里屯的使馆区 使馆区对 还包括麦子店 麦子店曾经是 卡巴库拉比较多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 南港现在是亲子活动 对对对对对 我还带孩子去 对所以你会发现 这条盒子 我把这么多不同的人群跟生活方式给接起来 而且走路可以到达 这个是很让人觉得 哇哦 这个城市有点意思 所以你说看一些其他城市的河流 我们先不说 亮马河是不是太窄 或怎么样 你说看其他的一个城市的河流 其实有趣的地方是 这个河流的边上 他串接的城市的区域是不一样 展现的这个城市的表情是不一样 你河流流津的过程中的城市表情不一样 他才可以给这个城市带来多样的面孔 那住在这个城市人就会喜欢上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还挺感同身受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区域 其实每个区域对于他周边的人来讲 都是说我不爱往那去 就那地是那样的 就跟我不太一样的感觉 就算有亮马河流经了它 但是这东西就是一个流经了一条河而已 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什么连接感 但是现在这个河道整治完了 有河道两边的这种景观和它的配套设施上马了之后 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以前你晚上 它是一个黑乎乎的河道 我没有人说沿着这个黑玩意儿 往那边走下一个区域走 但是现在它是一个亮堂堂的一个地方 而且看起来就很舒服 很适合人行走的情况下 你就会沿着这个倒标一直往前走 等你发现的时候 自己已经走到下一个地方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焕然一新 跟刚才景观不一样 甚至气味都不一样 我记得燕沙那个特别典型的那个地方 这边的是柳树 那边的是杨树 这两边气味都是不一样的 但你就会很远 我再走走看 前面是不是又不一样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通过沿着这条河道 把它配套的一些 就是能够吸引人走上去 并且让人愿意走下去的这种安心感 做出来了之后 就很好地把这几个区域就连上了 而且我觉得更有趣的是 这个河整治之前 你可能在三里屯北边的这块亮马河 你大部分尤其在礼拜五晚上 你会看到的都是年轻的老外 喝啤酒 你现在会发现 从东直门这边的大妈散步散步到三里屯去了 你会发现在一堆年轻的 这个不同国籍的这些小伙子 在那边喝啤酒聊天 就有一个大妈散步走过去 他可能住在鱼洋饭店这边 以前这种事情是比较少的 因为人基本上不会串 不会串区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真的很有趣 你讲这个让我也挺有感触的 因为现在北京 就刚刚我们讲兔卫河 然后他现在一直往后海 然后那边再走走走 就是过了纪约坛 然后那边现在弄了一个西海 那个湿地公园 你知道吗 就那搞了一个那个东西 里边好多荷花什么 然后他其实跟后海那边是连成片了 然后那边还盖了一个 那个郭守静的纪念馆 因为当年这个地方 就是郭守静主持来 来哇哇的这个草河 然后所以那边还有这么一个 人文的一个景观 然后如果你走在那个河边的话 你会发现特别特别有意思 因为那块 本身他连接着旅游区 因为他和后海 十二海旅游区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你会发现 那个地方什么 有当地的居民 大爷大妈 小朋友 游客 包括什么 老外当然也算游客了 就是所以在那个地方 你会发现什么样子的人 包括现在什么拍短视频的 然后我就走到那 我就感觉这个地儿怎么 我天梦回唐朝 你知道吗 那样的心情 知道吗 就感觉很开阔 其实据我知道 北京最近的确是在整治水系 就是有两码河在整治 永定河有水了 其实北京城内 包括二环内的几条小的水系 前门的水系 后海那篇其实都在做 因为我们作为设计师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北京的水系图 其实是有的 只是大家不知道 有些可能藏在这些胡同区里头 或者像我们刚才说 藏在鱼洋饭店的这些小区里头 那现在有点像你把面纱给摘开来 走大看原来是漂亮的 当你摘的过程中还要稍微化个妆 化个妆 对这化妆其实不是说我刻意去美化 而是说有可能是说过去的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不好看的东西 我们把它重新拿掉 以前不太在意 现在只不过是在意了而已 现在也在意之后我们就觉得 那在这个年代 大家觉得种树 跟什么我们的生活要好 我要看到绿化 我的河边可能要有芦苇 这个东西其实对老百姓来说 我觉得挺加分的 对生活来说挺加分的 因为我特小的时候 是在北京郊区长大的 然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有河的 河边就是有芦苇 然后芦苇 然后还有会有些鸭子什么的 就在河里面游 然后我现在走到 你到那个西海的河边去看 它有芦苇 然后里面也有鸭子 真的 是不是有些麻鸭在里面游 然后那个感觉是我之前在北京城里面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画面 因为它完全是城中心了 那二环内 对 我感觉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奢侈 就是你真的会有这样的心情 因为一方面你会觉得 我没有想到过 这边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出现 但它真出现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挺棒的 其实我对亮马河有一个期待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会发生 就是说 因为现在极端气候地球暖化 如果是反过来 就地球变冷的话 如果会冻起来的话 搞不好冬天是可以滑冰通勤的 通勤太牛了吧 滑冰通勤可太牛了 其实有一些北欧的国家的河在冬天 是有人拿来做滑冰通勤 有 我见到过 还有滑雪上下班什么的 对 是有的 他们像北欧有些国家 对滑冰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就是他们日常的一个部分 然后冬天你的那个河一动动四个月 其实你沿着河一走 不挺好的吗 很快 这是不是有点浪漫 我感觉 这有点帅 对 因为之前 就是在影视作品里看 因为我小的时候 比如最初接触滑板 看什么最后的恐龙丹佛 那边美国的小伙子 滑滑板上下学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这真真酷什么的 后来你看现在 其实在路上你能见到 你经常能见到 能见到有人滑着滑板通勤 跑到地铁站什么的 是有的 因为当然也要滑板车了 但是也真有人滑着滑板 然后这个东西就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日常 如果说真的有人冬天滑着冰上下班 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 我觉得如果北京冬天温度 比如说降个5度 你知道有两个月 你住在冬直门 你可以沿着亮马和画画 如果你在电纱上班的话 就一下就到了 对这个交通太方便了 其实宽度是够的 现在就是不够冷 现在这个温度造成 桥底下一定是不结冰 桥底下也结冰了 这事就行了 对其实北欧真的很多国家 他们冬天如果有核的话 冬天一结冬 是可以滑冰冬 这个思路真的是 因为大家就是和自然相处 就跟自然相处的方式 就是你怎么跟他 有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状态 比如像现在 比如在我们原来的概念里面 可能城市里面 他就是有他自己 非常规范的一个流程 比如说你自行车 你就骑在自行车道了 你开车 你又开在公路上了 是吧 然后你中间也结了冰 大家就你看都会立着牌子 你禁止滑冰 是吧 不让凿冰不语 然后就不安全 是吧 但是如果你真的 能够转换一个方式 和他真的能够相容的话 那这个事我觉得还真的是 但是真的不行 这只是水口水 因为还是不安全了 因为北京真的不够冷 现在越来越不冷 挺好玩的 这是挺好玩的 你想咱们过去老是说 咱们北京影视作品一拍 就拍个胡同 或者什么 但是你看可能在日本的影视作品里面 经常会有那种沿着木黑川 两边要不是樱花 要不是小街道一边走 就是什么最高的离婚 就是会有这种男女主人在河边一边走停下来 然后看看樱花聊聊咱们离婚 就这种日剧感 那咱们未来如果是这边水系整治好了 而且能够真正能到那边 就两个人在一人合不到滑 滑去上班的路上 这可能是未来的叫什么京剧感 你说这个 其实我真的忽然间想到一点 因为你们两位去过很多的地方 然后我这一年可能也稍微去过一点 城市 那种有水的城市 然后我比如说到东京 它也有很多河 是吧 然后但是我觉得东京的河 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因为它很多河道是比较窄的 你像木黑川那边 它的确很漂亮 但是你甚至会觉得它是一个 怎么讲 像一个渠或者怎么 它不太像真的一个河 但它的确有河的样子 然后比如在什么长江什么的 比如我在武汉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太大了 那边也太大了 而且它虽然很大 但是我觉得它承载了很多真实的功能 就比如说运输 然后很多的汽船在上面开来开去 然后也有人会在里面游泳 带着游泳圈什么的 然后你感觉这个东西 你得小心点 别让这船撞着你 但是我觉得 工业化的功能 对 然后包括有的地方像江南水乡 很多的那种河 大家会沿着河边散步 跑步 但是我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条河 就是汉江 首尔 我觉得我真的 我说心里话 我去首尔玩之前 我并没有有多高的期待 对于这个城市 而且当我到了首尔的时候 我也没有觉得说 因为首尔很繁华 就很国际化的大都市 你感觉其实它没有什么城市符号 就是高楼大厦 特别漂亮 玻璃的大楼 然后有特别多的上班族 有非常多的咖啡店 然后有特别特别多人 在楼下抽烟 你感觉真的 就是在一个楼底下 围了一大堆人在那冒着烟 然后每个人喝着咖啡 我感觉这帮人好辛苦 但真的当我从那边城市里边 猫处走 然后走到汉江的那一刻 我感觉 我靠 这个河也太漂亮了 那种波光临临 那种开阔感 那种闪着光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地方 哪怕大家平时生活 那么辛苦 压力那么大 当你走到汉江边上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好像就开阔了 好像人就开阔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真美 其实蛮震撼 其实武汉应该有类似吧 但它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跟你讲个 我跟汉江的故事 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去首尔 然后晚上完事之后 就是下酒店溜达 酒店就在汉江边上 下来溜达之后 进了一个豆芽汤的店 就是韩国那个豆芽汤 我特别喜欢喝 喝完一碗之后 我觉得还想喝 但是又有点喝不下了 我就想 我买一份 带回酒店喝 然后就买了一份 就拎着 就沿着汉江溜达 想往那个酒店回去走 然后看到对面 就是汉江 其实挺宽的 但是又没有宽到说 一眼望不到头 又没有到那个程度 我就看对面 怎么盈盈抄抄的 很亮 像个广告牌一样 但是上面东西 又不重复 然后站定了 仔细看了看 是个汽车电影院 然后那个就是 能看到 有很多车 朝这个汉江这边 然后都关了车灯 然后大荧幕 立在江边上 那个汽车电影院 再放当时最新的 《美对三》 然后我就蹲在汉江 这一边 就着那个豆芽汤 看完了《美对三》 是吧 然后是反着看的 反着看的 也没有生意 但是确实能看 体验不错 就那个感觉 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它不是特别繁华 然后有点荒凉 但是又没有荒凉 到什么都没有的程度 然后你走一走 就到汉江边上 你稍微走两步 就离开了这个江 就回到了繁华的都市 这个 就是它特别 横跳感特别有意思 就又近又远 又近又远 对 所以你刚才说 有一点也 没有那么繁华 对吧 其实我前两年 花了很多时间 在深圳大沙河 我花了好大的功夫 去说服我们的城管部门的甲方说 城市里头可以有一条比较野的河 其实现在你那码河也有点野 其实这种有一点野的河在城市里头 老百姓是喜欢的 是真的喜欢的 它更像河的感觉 而不是渠 所以那时候我们 我说我们多种点草吧 芦苇之类的 然后领导说 真的吗 还不如种花呗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种花 不要种花 你就试试看 我们做一段给你看看吧 最后就让深圳大沙河变得野 所以你看现在釀马河 釀马河其实我记得在10年左右 其实它边上没有这么多芦苇 这一轮整治基本上加了很多的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还没有到这么野 像深圳那样子 因为我觉得深圳的南山 因为压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有的时候你突然就让你说 因为守我的人压力特别大 相较于 我觉得守我的人的压力 可能比北上广的压力都大 守我的人真的是特别的辛苦 所以你看韩剧 他们常常约会跑到寒江边上 就是野花野草 很舒服的 我觉得那个对一个防华的城市 它突然出现一个反差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反差 反而给人的心灵突然转换一下进去 你说这个我忽然间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河堤 京都 对吧 你想就是我忽然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很多的那个城市里边的那个河 它那个河堤 其实已经是那种工业化了 它气的那种河堤 它是一个斜坡或者怎么样 然后六棱型 对吧 它是那样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你在它边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城市工业化进城的那么一个产物 它并不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那么一个东西 而且它暗示着危险也拒绝着你靠近 对 所以后来就是我 就是比如之前在北京看很多河 它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我就想到我去亚川 京都亚川 是啊 就是我当我真的到了京都亚川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它 它那个横跨那个亚川 它不是有一些桥吗 我站在那个桥上就垂直那个河道 我就站在这个河道上 我就看 我说这个河怎么这么奇怪 它也不是在一个城市外面的东西 它是一个在城市里的东西 但我觉得哪不对呢 你刚刚聊聊我就觉得我知道哪不对了 因为它那个河里边有一些石头 然后它那石头就像滩土一样 而且那石头上不但有石头 那石头还长草 对 还有鸟 还有鸟 对 它还长草 它就完全不像一个城市里边的一个河道的样子 它特别的自然 对 自然到我这甚至觉得 我说这河怎么这么难看 我当时真的会有一种这样感觉 我会觉得说这么大名鼎鼎的一条河 大家都说的好 我亲自跑过来看 怎么这么原生戴 我感觉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在我们靖刚乡下也有 这不是哪都有 但后来发现 它的确是不一样 因为它在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又有现代又有古典的 这么一个真正的都市里面 有这样的一条河 还真的是会给人带来很不一样的感受 它就会让你觉得就很自然 有的时候 女孩子化妆化多 你想看一下谢章之后的 这个本尊 对吧 不敢 没有这样的心情 这不就是吗 就是男孩子说 你看那女孩没化妆 素颜多好 她不就是没涂红的唇吗 我们都看不出来 不过我想问 像说跟你去过这么多地方 然后就是你自己心目中 你最喜欢的一个和和城市的那个样子 大概是哪个地方呢 我在纽约住了四年 其实我对纽约的河流比较印象深刻 对 倒不是因为那个河特别好 是因为911是我在纽约 我住在布鲁克林 天哪 然后从布鲁克林这一端 我们隔着河可以看到那边冒烟冒了大概有快一个礼拜吧 对 你当时冒了一个礼拜的烟啊 也不见得有到一个礼拜 就那个感觉就是你从布鲁克林看过去的那种突然两个塔不见了 然后对对对 本来是一个地标嘛 以前游客都会去布鲁克林的那个高地 我们叫布鲁克林海那边回头去看 去回 看曼哈顿的下沉 然后你这样往回头看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上午我住的楼上回头去看 哎你怎么少了两 有个河少了两个塔 所以其实对河的印象我觉得比较深刻的 其实是纽约的河 是因为某件事件然后让它的河帽变化 我觉得这个对我印象比较深刻 而且纽约后来我最近这几年回去 它其实整个布鲁克林这一段的河 它从一个工业的码头开始慢慢慢慢改造 变成也是比较野的自然的花园 一个一个来 它现在慢慢在做 我估计在三五年之后 纽约的应该叫东河 因为它左边是哈德逊河 这边应该是东河 慢慢的会重新的建立起来 所以我对纽约的河其实印象比较深刻 但是对游客来说 英国的泰晤士河我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英国的泰晤士河 它的两岸一直不断在变化 包括它南边 其实南边是比较funky 比较亚皮 就包括有Tate Modern的工业改的美术馆 其实在十几年以前 南岸会更有趣 还没有那么多有钱人住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那条河 它其实串接到整个 就是我一直觉得 它把城市的不同的表情 包括我说有金融区 有这种比较funky的区域 就是嬉皮或什么样区域 再加上游客的 就是这个河岸 你其实一直串接着不同的表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一直是我觉得城市的河流 比较有魅力的地方 真的是 如果我今天沿着河走路 我不是看一个漂亮的 一个城市的一个风貌 而是我看到了 城市不同的表情 然后这个表情还包括 我看到不同人的表情 比如说有搞音乐的这种人 然后又金融街的 赚了几百万美金的人 然后有游客 就这些人 你把它全部交织在河岸的时候 我觉得它可以城市一个 很多样性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河流 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种丰富感有时候 因为我在上海待过很长时间 然后其实你看外滩 现在也有点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外滩黄埔江 比如在最繁华的地方 它这边是 什么万国建筑群 那边是金融的部分 普通的地方 然后但其实原来沿着这条河 一路往那边走 它拐弯的部分 然后它其实是什么也没有的 它其实是一片很普通的居民区 然后转过去 现在所谓叫北外滩的部分 然后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那块真的是什么也没有 中间它就断掉 断掉之后 你再转过以后 你会能看到一些 比如说当年还有一些什么 犹太人纪念馆什么的 就转到那个部分去了 但是后来所谓的北外滩一开发 它在那边又盖了好多新的东西 它会有一些度假酒店 藏在那个湾里边 当时我也会觉得 我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盖度假酒店 后来我发现 它其实是串起来了 它把一个游览区 一个金融区 然后一个度假区 然后转到一个生活区 然后你如果沿着这个河岸 这么绕一圈走过去的话 你会发现非常不一样的 人群在缓缓的变化 缓缓的变化 然后在真的转过去以后 你就发现 那个地方会有那种夜里开的早点铺 你说红口那边 真的 快到洋铺 你转到大连路什么的 那边 整个这一圈下来之后 好像就有点完整 其实说实话 原来我不太愿意在外台那边玩 我会觉得这个地儿 就太旅游了 太旅游了 甚至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放我原来 肯定要到什么横山路 什么音乐学院 那些地方 然后去玩 你感觉看到那些不一样的建筑 我觉得让我感觉不错 但是其实我又很喜欢在河边溜的 但是现在它建成这样之后 我会觉得 这个地方好像更适合大家在这边来走 虽然它很长 它可能不太完全适合你 真的走路走那么远 但是你稍微坐一坐车 或者你甚至你坐那种双层的旅游巴士 那种上层是开阔的 你坐在上面 你看那个风景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黄浦江对我来说 我觉得更让我印象深刻 我常常跟人家说黄浦江 我用什么词 我说叫一个世纪繁华的对望 对 我说一百年以前 在黄浦江的西岸 是亚洲最繁华的城市 是一百年之后 在黄浦江的东岸 对 又是一个几乎是亚洲最繁华的城市 然后他们两个在对望 哦 还真是 还真是这样 尤其是你陆家嘴回头再往外滩的话 其实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一个 即使不是绝无仅有 也是很特别的一个风景 一个世纪前后的两个繁华的对望 对 这真的是 你可能没有在其他的城市找到 这样子的一个城市风景 这个是我觉得黄浦江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对 你从那个金融区 然后穿过隧道过来这边 就和平饭店了 对 我真的是有这个体验 真实体验 因为我出差 就是尤其最近在上海出差多 我几乎是吧 尤其是外滩和陆家嘴这两块附近的各种西西五外的酒店都住过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从外白渡桥往苏州河那边走 他现在整治的很好 对 对 对那个景观什么 我是有体验的 然后包括在所谓亚洲第一弯 然后那个地方的那个博越酒店 然后从那正好能看到对面的陆家嘴 这些东西 然后以及下面的这个外滩上的人群和他的这个夜景 以及就是从外滩这边看到陆家嘴的各种灯光表演 然后你再去到陆家嘴那边 首先是回看外滩这边又是不一样 以及你能看到那个江上繁忙的船流 你会觉得特别可爱 就船像乐高的小手势一样 搭成了一排一直在走 你会想 还有还有运沙的船 对 还有运沙的船 而且那些船甚至会有一点塑料感觉的 对 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小船 排成队的 一个一个这样一直走一直走 会很可爱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往陆家嘴里面回头一看的话 尤其是晚上 陆家嘴内侧 晚上的话 你会以为其实已经什么都没有 它亮堂是在外侧 但你会看到内侧有几个特别大的 像光柱一样的 就是完全刀皮斧砍的几何形的 在那空体透亮的亮着 就是亮澈夜空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然后打开地图 然后一看那个地方写着上交锁 就是这种感觉 你会觉得就是这个feel实在太棒 所以那条河我觉得它见证了这一个世纪的两个繁华 对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条河 我是这样子看的 还真是 因为我们会在书本上就知道当年的故事 然后我们会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去看到当年的样子 然后你在从那往回看的时候 至少我的眼睛里面经常会闪出当年 比如说一个拉车的人 然后或者一辆老的上海帆轿轿 或者一个卖爆的小孩 然后在这跑来跑去 就是你会有这样的一种画面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就在你的记忆里 但是你看到这个实景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地儿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建筑什么这种还在 然后但是物是人非 你感觉真的时间流转 给到你的那种冲击 对所以其实北京 我刚才有提到北京最大的河 应该算是通汇河 通汇河从通州一直过来 我希望有这么一天 比如说通汇河那个高架地下化了 然后南边东站那一区 苹果社区北边那一区 清理了一下 然后把这个通汇河连接 现在通州在建设的运河 你重新让这条河变成 北京的一条名片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就会开始回想说 原来以前的草运 从杭州上传的哪些东西 辗转的运到了这里 不管是木材去建 颐和园的宫殿也好 还是老百姓的物资 还是送米的 你会开始 我觉得如果那个场景可以出现的话 我觉得会是有趣的 我期待吧 从20年30年后 会不会发生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希望有这么一天 那就是我们就从明朝开始走了 那就是从明朝走到清朝 然后走到现在了 我觉得这特别好 这就是一条大河 大河流转 几代人 轻衰荣辱 这就是大河浪漫 对 对吧 是可以做一点想象 对吧 我觉得谁说北京没有河的 有的 只是我们还没有把面纱给打开来 还没有清理 还没把这个痘痘给挤掉 对吧 其实在这我会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场景 就比如说咱们因为刚刚聊了这么多大河 然后城市 然后整个的生态什么的 就是比如说像您像斯东哥 你你是会愿意当做一个旁观者 我来观看这些东西 你还是愿意作为一个加入者 我身处其中 你更享受哪样的状态 我觉得我很难逃脱旁观者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每次去河边 我就会看这个河怎么样 它的树长的怎么样 它的地铺的好不好 它的水干不干净 大家都在享受下夜晚风的时候 我看这个防腐木地板怎么用 这怎么断 搞得不太好 这个设计当时做错了 或者怎么样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 以后不要再做这样设计 到底谁在用 我都去观察谁 我已经很难变成 除非我是游客 如果我今天游客 我真的到了巴黎或者是 有可能我会稍微享受一下 但是至少在国内的河流 我基本上主要就是一个 导演视野 导演视角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 就是整个这个状态 还是说也OK 我觉得也OK 因为你从旁观者 你可以看到不同 就像我刚才说 现在三里屯的亮眼河边上 突然有六大的大妈大爷了 对吧 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观察到一些 有趣的事情 旁观者有旁观者的 一个不同的视角 你呢 曾经老师 我其实是特别想当一个NPC的 就是我不太擅长亲自进去干些什么 然后我可能是你让我进去可以 我在那一个人在那地方待着 享受这个环境就可以了 我很难说做到真的跟他去深度的互动 或者说可能有很多人在那里 然后远远的看着他们 把那些人也当从景色的一部分 我更愿意这样 这两位都不是这个 就是成为这个景中人 都是这景外人 对 但是我会觉得 就像你 比如说这个作品 比如我们把它称之为作品的话 就是活生生的摆在你面前 我觉得那种心情的感受 一定是非常非常爽的 至少我会这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比如说 就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 哪片区域由我亲身来加入过 我参与过这个项目 我觉得我看到这个作品最终呈现了 然后大家真的生活在这里面了 你就感觉 想想就很爽 对 这就很像当年 比如玩什么过山车大亨 然后你盖一个公园 这还是旁观 对 你盖一个公园 然后大家去里边玩 你看到大家在上面翻滚什么 你心情会觉得 这公园是我盖的 还有点第三个视角 还会有 你说应该是 你看我们家门口 那个湿湿的掉一脚 那是我蹭掉 对 那个就是 或者我曾经小时候种了一棵树 现在变一个柳树了 对 那就不一样 不过说心里话 我到现在 比如说北京有非常多的那种 非常热门的旅游的地方 特别或者大家休闲的地方 因为这两个东西 现在已经有点融合了 就比如说三里屯那一片区域 它既是一个旅游的地方 又是一个大家可能平时工作 休闲那么一个区域 或者是南路五乡 或者是欧海 它不单单是游客区 它也有人在那真正的 是吧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是我生活一部分 我就住在舞蹈影 是吧 对 是我们生活一部分 但我感觉好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 有点难以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 为什么 就是我会觉得 那一方面有可能是我身边的朋友们 大家有这种生活状态的人不太多 对 大家可能不会邀请你晚上 或者是不是他们不叫我 我不知道 可能不会邀请你晚上到那样一个地方去 然后大家去享受这样的一个夜晚 或者是比如说我一个人的话 我到那块的话 我也会觉得 这个地方好像离我的生活 是不是有点距离 或者是怎么样 我有时候想到这个时候 我就会觉得有点遗憾 甚至有点困惑 我就说为什么这样一片 大家都很舒适的一个区域 而我却不能以一个局中人的身份 来融入到这个理念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 我可能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 我对这样的生活 可能甚至会心里边 会有一点点的恐惧 对 我如果真的身处其中的话 会不会感觉自己有点不适应 或者不敢迈出这一步 我觉得可能还真是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生活方式 其实是由你的生活本身所确定的 就是所谓的 就是life is living you 就是你的这种生活态度 你的生活也 其实是你生活确定出来的 你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因为你本身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空间 就跟那个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本身就很难说理解 它里面的有趣之数 比如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 我本身白天压力很大 我晚上就是想去三里团转一转 或者我很想光鲜亮丽的 在那边走一走 或者是体会一下 同样的这种灯红酒绿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种有压力的 而是我像比如说相对偏自由职业者 或者是说生活比较能够 被自己控制时间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 其他的任何时间的任何地点 去感受你生活 不用跑到一个这样帮你把功能性设计好了的地方来体验生活 就不用这样 这可能是一个点吧 就比如像是如果你的生活里面会有一部分是在这样的状态里生活吗 其实北京有两个点 是我特别喜欢的 但是不是两马合 来说说我丁丁了 对 我记得我一二年从北京搬到深圳的时候 我特别在搬家前几天 我还带了两只狗 到了哪里 到了南池子的那个角楼 大家就下雪会拍照 而且要晚上 对 而且要越圆 对 至少月亮要有点圆 对 然后你从沿着那样走 可以走到五门前面 对 然后那时候没有游客 对 一定要晚上 只有北京人 基本上游客那时候不会去 你会觉得 我在北京 对吧 这是一个 我觉得那会让你的情绪 突然从一个 很压力很大的 一个北京的这样子的生活 或者是你说 我记得一二年 北京空气污染特别严重 突然到一个 你看到这几百年来 角楼还在那里 对吧 河也还在那里 我们还在那里 青石板 红墙 对 然后你沿着河走走走 因为人也很少 晚上人特别少 夏天去那个地方特别好 冬天的话 其实我喜欢冬天去 去后海 因为游客少 特别好玩 然后有时候晚上 还可以去滑冰 对 我觉得 我就不会是一个旁观者 其实在那两个场景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是 享受那个气氛的那个人 这个两个地方 而且是有不同的季节 你角楼必须是夏天 或是春夏秋 北海后海必须是冬 冬 必须是冬 这两个地方 其实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他走进了这个城市的 这不叫血液 他走进这个城市的基因里面 这个城市 他都不是说在流淌的血液 而是一直是这样的基因 然后这两个基因点 他走进去了 真实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 有时候会想到北京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比如故宫 想到什么长城 或者想到胡同 然后其实对我来说 这些地方都离我挺遥远的 虽然我生活在这城市里 但是这些地方都离我很遥远的 但是哪个地方离我特别近 如果说我就选一个地方 是我最亲近最亲切的地方 我就就是北海公园 北海公园 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甚至是我父母那一代人来 有特别特别特殊的意义 他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 大家就唱让我们当机双脚 然后我们的父母也是在唱 让我们当机双脚 然后你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 你就会听着这个歌 你会想 我说我要到北海里面去划船 然后去看白塔 然后而且这个东西 它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你触手可及的这么一个现实 我小时候经常去 我恨不得有一段时间 我每周都会去 我就跟我妈说我要去北海 我妈说又要去北海 我说我要去北海 然后我就在里面划船 然后那个时候有两种船可以选择 一种是那种手滑的船 一种是脚踏的那种鸭子船 我从来都不滑那个鸭子船 我都是去滑那个手滑的船 因为我在原来的什么电影画面 或者是都是 大家都是在滑那个船 我觉得我也要融入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的童年记忆 然后甚至于其实在北京的很多的年轻人 他比如谈恋爱 约会都会选择去北海 像疫情可能人没那么多 平常没疫情的话人特别 在冬天不一样 冬天不一样 然后大家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 为什么当你是一个小孩的时候 你在船上是玩的 当你去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船就属于你们私密的一个空间 只有你们两个人荡漾在北海的湖面上 然后周围其实大家又近又远 你们可以去聊点天什么的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的一种生活的内容 所以这北海公园的印象中 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我甚至就像您说 我在相当场的一个人 我特别喜欢在冬天去北海 而且我从北边静心斋的门进去 一进去以后 然后就有一片竹林 一进去以后门进去 当你从门跨进以后 因为风会吹过来 竹林刷刷响 然后你就感觉 天 这个地儿已经区隔开了 当你卖的 从竹林穿过以后 这片世界跟外面世界就不一样 对 其实北海的那个感觉 我还没有比那个角楼的感觉深 因为一开始 我刚搬到北京的零几年 人家说你晚上可以去那里 我说 我以为那是封闭的 因为你想想看 你从东华门进去 那应该晚上要封的 对吧 而且他们说你还可以走到武门去 然后怎么可能故宫 你还可以走到他面前去 我一开始不相信 后来我发现真的没有保安栏 我真的可以走到武门 我发现这个真的可以 突然发现这个城市原来是开放的 对 你白天你觉得是游客占领的 然后突然到晚上觉得他开放了 而且没有保安栏 那感觉特别特别好 其实因为对于我而言 就是像什么故宫 或者颐和园 或者长城 都属于古代 你知道吗 它是古代的东西 它虽然在那 但它是古代的东西 跟你其实没有那么多交集 相反就像北爱国家 它是一个现代的 对 它是一个现代的 大家一直跟它有交集 是的 而且它非常人民 就是 真的 对对对 它里面什么人都有 对 我讲到北海 我要讲一个是我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95年 1995年 我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待了好几天 北海我印象最深刻 我那当游客 我当游客 然后我去北海玩了 然后我那时候订的宾馆 还是个社外宾馆 我住在前门 我就要从北海搭个穷学生嘛 没什么钱 要搭个那个小巴之类的 要到前门 已经被取缔了 小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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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取缔了 然后那时候我真不懂 我想说 我挑一个人最少的车上去 后来我发现是 人满了才开车 人满了才走 对对 对啊 那宣承口号就是上车就走 但你上去根本 走 马上就走了 上车走了 上车走了 对 然后我就挑一个人最少 我觉得这个坐的最舒服 二厂 结果我坐了好久 那个人满的车全部都开了 我就那辆车 还呆在那个地方 我说原来 时代的烙印 这个是我对北海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这个太鲜活了 哎呦 对这个是多少年前 二十几年以前 对啊 25年前 对25年以前 真的是 我今天是我去北海公园 我印象最深刻是很多大爷 拿着那个大 大毛笔在地上 对写字 是沾水的 对对对 现在还有 现在也有 现在还有 二十几年还在 对 大爷已经不是那个大爷了 对大爷不是那个 但是我 我前阵的巨杯 还是有人 还是有人在写 对 二十几年还是有人在写 对 完全就是玩 完全就是玩 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 别人参与到 他的这个 玩耍的活动里来 对 就是那个尽头挺不一样 不过三江老师 你自己 就是你觉得舒适的地方 无论是北京还是天津 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其实更偏向于功能完备的近自然环境 这怎么讲 就是我希望的是能够更好的接近森林 或者是河海 这样的就是偏自然的环境 但是在这种地方野地里我可去不了 我城市人 你现代人给我故宫我也住不管 就是我 对 我一定是功能完备的各种 偏现代的这种自然环境 大沙河挺好的 对吧 真的大沙河挺好的 对 就是我 我就要说我上次是跟Hookie两个人 一人一辆自行车 从他的屋里扛出来 我们就骑进那个大沙河公园 就是一路的骑下去 然后有的地儿得推 有的地儿得骑 但是就沿着那个河 看到河里头还有皮划艇 还有皮划艇俱乐部 然后旁边就是有的地方是草 有的地方是草坪 有的地方是很高的草 还有就是一直骑到深圳湾那边 就到了对面就是香港 就整个这一片环境 然后Hookie跟我说 你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有一段 就是还让共享单车进来的时候 就爆掉了 对 他堆的满满 大家太喜欢这个地方 就所有人都跑到这个地方来 就全都被战死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环境特别好 他就是能够 我往左一拐把就来到了海边 然后又有芦苇荡 然后又有这种侵海的环境 往右边一拐把 哎呀城市太好了 哎呀真的 我觉得海太好了 就是真的太遗憾了 因为北京也没有 而且我现在感觉到 因为我们 我觉得我们几个都是可能是那种 更喜欢城市生活的这种状态 就我也能特别能理解你说 离自然比较近的城市生活 就是你真的让我到什么一个真的郊区或者山里 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甚至会觉得我有点恐惧山里 我在山里的时候我心情会非常的紧张 我完全没有办法放松 有时候大家说什么我们周末去什么 是吧怀柔什么山里边什么度个假 我也想到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 但是你看在北京比如现在 比如北京的那个我会觉得就像什么奥森公园 那片区域 它其实你一猛子扎进去 奥森是很大的 你在里面就可以亲近 类似于森林 然后它又有一些湖泊水汐什么的 然后你出来之后 它又是一个城市的样子 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非常安心的叫到滴滴 你也非常顺畅 可以点到外卖 我会觉得这种城市的便利性 其实是在我生活中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 其实说到城市的便利性 突然想到了其实我常常跟人家说 如果你是年轻人也好 或者你正在约会也好 台北市一个城市 你在一个晚上可以海市山盟 对就说你开个车到阳明山 阳明山的后山 你可能在云雾里头 然后还可以泡个温泉 泡完温泉就在大深山里头 可能半小时就到了 然后泡完温泉之后再往海边一开 又是半小时就到海边 就是如果你开个车的话 就是因为台北它是一个盆地 周边都是野山 台北很小非常非常小 然后你就一个晚上 你又泡了温泉 带着女朋友泡了温泉 又海市又山盟 就一个晚上 四五个小时就搞定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 我说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的小 它的便利性 然后它的地理环境的多样性 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全部都看到 这么讲 为什么我就在思考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杭州 可能也跟你有关系 杭州有点类似 对因为杭州比如说 你很快就可以进山了 对上山 然后你排满马出来就是西湖 对然后它的这种地貌的这种多样 然后城市那种漂亮开放性 然后你就在里面你想要去一个什么样的 比如你最近你可能不想在城市那么繁忙的地方 但你就到西西里待这去 那里边你进去之后 你感觉真的就跟城市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西湖旁边的山也是野山 对 真的9718件在里面走 包括你到龙井那边也很野 对吧 杭州有这么感觉 而且杭州我们刚刚今天谈水 水跟城市 杭州的水在我们设计界 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就是杭州的水尤其是西湖 它水边可以没有栏杆 对 哎呦还真是 对 早日早日走下去了 就会走下去的 还包括你如果从 就是那个银泰的那个就是西湖最热的湖冰那边 你可以沿着像九曲在飘在水上那个桥 走到西湖新天地 就是有个星巴克的那一区 晚上也没什么灯 你就在旁边都没栏杆 你就这样走走走走过去 西湖是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设栏杆呢 因为破坏骨迹 破坏骨迹 所以就不能喝多了在哪走 真的不行 你放心 就是你掉下去了一定会冲上来四五个人捞起来罚款 不游泳也泳 以为我在游泳吗 我西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 就是你几乎看不到栏杆 或特别矮的一个小石盾 对对对 或者一个小铁链就这样而已 是是是 这一点真的是 你不提的话可能我们一提满脑子都是 就甚至你去不光是西湖 你去林影寺 他有几个西间有一个山沟旁边的水 也没护栏 你可以马上下去踩石头 你就很特别 杭州我是真的特别喜欢 而且就是我原来 我去的特别多 去了非常非常多次 虽然杭州没有什么好吃的 这个要讲一下 我觉得真的的确没有那么好吃了 但是但是那个地方 整个的环境给我特别舒适的感觉 但是这些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了 因为毕竟有很多大企业在那边 是吧 你有时候跑到那我就感觉 哇这不是中干村吗 整个地方变得 整个人群整个的状态 就跟北京很像 对啊 他也变得加快了他的脚步 整个城市的节奏 也有一些不一样的 你这样说我还真是喜欢水 我到杭州的话 我一般也会住在要不西湖边 要不滨江 前塘江边 滨江那边 他的前塘江边上 现在是有设置了垂吊区的 特别有意思 然后那个地方就垂吊区 你会发现写着每人最多石杆 然后那个地方你沿着看下去 几百根海杆在那排起来 特别壮观 所以其实有一个水 不管是湖也好 是河也好 是海也好 当城市有了它 有的时候我们说 可能有了一点灵魂在里头 因为它提供这个城市一些 不一样的多样性 其实我们刚才在聊 北海 其实在北京人心目中 虽然说都是游客去 但是你还是在 心里有站有一定的位置 位置很重的 真的是这样 你还是可以 不必用旁观者的角色 你还是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季节 或者时间 去那个地方 找一下自己的那件事情 那个灵魂在那里 这个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 山生风 然后湖生水 风水风水不就是这点 是啊 这还是有的 所以人家以为北京没水 其实大家都忘了 其实北海后海 那不是水吗 现在有辆马河 也是河 有一个被铁路围起来的通汇河 也是河 对吧 就慢慢来 看这个城市慢慢走 走向到后来 你看波士顿 他把沿海的这个高价 就是这些快速度全部地下化 西亚图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沿着港边的高价路 地下化 外滩做类似的事情 我觉得慢慢很多城市 就开始重新去思考 我这个很多城市的灵魂 不见得是靠我盖多少房子 或者是多漂亮的一个外表 其实有些东西是怎么样 让你的心情可以转换一下 就像你说汉江 对吧 因为我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在城里生活的人 我会觉得就是什么样一个城市 是我会觉得比较理想化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需 对 就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城里的人 你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片区域 因为现在有很多时候 大家会可能会把一些所谓的美好东西 会趋同化 就比如说我觉得 这个地方特别的丰富多彩 多彩的夜生活 然后大家会觉得 这个地方 我喜欢那样的地方 我希望它越多也好 但是当然也会有很多人 他觉得 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 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我可能不喜欢生活在地 我跟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朋友聊过 有的人就觉得 三里团如果有钱 我一定要住在哪 我特别喜欢三里团 然后在这一切都很方便 我就住在三里团 有人喜欢 然后也有的朋友跟我说 我就喜欢住在胡同里 我就觉得胡同里的生活 对我来说有趣 我就住胡同里 丰富 对吧 然后也有人就像我一样 我可能就愿意住在城市的边缘 我愿意住在城市边缘 因为我会觉得 我远离城市的这种喧嚣 然后如果我想进来的话 我很快能进来 我想出去的话 我很快能出去 对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离大自然又很近 然后离城市也不远 这样的一个状态 会让我觉得很舒服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 就是每一个人 都在这个城市里 拥有自己想要居住的 享受的那么一片区域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 就非常好 对像我住三里屯 我是最近才搬到三里屯住 就是说我当时最后决定 还是去住三里屯 一个很大的原因 有可能是 我之前在纽约住过四年 我一直觉得 在城市里必须要走路 这样 我可以走路 把所有便利的事情给做完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我不是喜欢三里屯的喧闹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太古里的喧闹 但是我特别喜欢三里屯 就是办什么事都可以走路 都可以走路 这个真的不一样 你知道说过必须要跟你讲 就是我特别享受 就是办什么事都可以开车的感觉 真的真的 我觉得就是在我生活的区域里面 如果这个地方开车停车都很方便 我会觉得特别熟 真的哪怕我去吃个饭 购个物怎么样 如果有一个很便利的停车的车位 有没有现在北京路边很多的那种 便利停车位 还有地下停车位 如果我都能够开车到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特别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相反的话 走路这件事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我希望能够在一个 专门走路的地方走路 不是在城市里头走 比如说在一个城市公园 比如说在一个运动公园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会享受说 我今天来这 我就是为了走路的 所以我要在这走到爽 就是我会 这是个西岸的美国人 加州的美国人 不太懂 真的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你呢 你是怎么样 我其实特别喜欢那种 我要退回来的时候 我能退的回来 然后我在我自己 那个小空间里头 就是很和谐 然后也不受干扰 但是我要 当我决定要走出去的时候 我不会说发烧 走不出去 而是我走出来的时候 选择很便利 很方便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我到哪能走着去 但是同时 我地下还有个停车 我胡同那地下 有个停车位 他最贪蓝了 他这个才厉害 连胡同地下都还有 这个我了解了 对我 我其实是 就是更 懒散的一种人 就是我 我缩回来的时候 你得 谁别打扰我 然后我要走出去的时候 谁别拦着我 谁别拦着我 而且我能非常方便的 选到很多东西 我一脚游 我上机场高速了 我出门是个地铁站 而且我眼前 就是共享单车 骑车 所有东西都能到 甚至我走两路 就到鼓楼买游戏 或者怎么样的 对我来讲 我可能 旁边还有地毯公园 甚至我愿意的话 我在安定门 那个东河压 那个地方 沿着水走一走 上来吃个拴羊肉 吃个拴羊肉 是吧 对 我觉得真的 很有意思 你看就光光 咱们屋里 就坐着这三个人 大家所需求的东西 就不一样 对 因为每个人看城市 你喜欢的那一点 是不一样 我一直在强调 我特别喜欢 看城市多样的表情 这个可能是 我的职业的关系 偶尔会用一些 旁观者的角度 去看一个城市 那我特别喜欢 多变的表情 所以虽然说 我没有那么喜欢太古里 就是他的气氛 我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某一件事情 我特别喜欢 有人跟我说 你看当时如果 太古里的北区 跟南区 中间那块 被买下来 有多好 我说 为什么好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现在南区 北区中间有一条街 还有一个养老院 对吧 还有三点三 一出去就买个大鸡排吃 对 然后还有卖羊烟的一个店 对吧 其实我们以前 零几年时候 那个张街 叫你以前更好玩 已经还有一些小酒吧 在里面 上面吃了 什么三几团面 对对对对 我说幸好 当时太古 没有把北区跟南区 中间那块 没有打通 对对 所以他其实展现了 很不一样的城市面貌 包括旁边有个养老院 对对 当年有个养老院 对吧 所以特别不一样 我说你说像成都 太古里 不就是一个购物中心吗 但是北京太古里 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你张街没有被买 对他中间这个部分 其实塑造出了 这个区域的节奏感 对对对对对 对 多样性 不同人的面貌 在那个地方 你看到了 所以北京太古里是一个 而且有的时候 我走在南区 会觉得 感觉到东京的涩谷的 那种感觉 那种多变性 它不像一个购物中心 是 它感觉起来像 就是自然生长 北区像是青山 对对对对 有一点 要不然人家说 哪个是北区 就你买不起那区 对对对 带狗的人比较多 在北区 对吧 真青山了 对真的青山了 带狗的人 溜狗的人 比较多 在北区 而且都是好狗 对吧 至少都是柴犬起家 然后带不起狗 溜不起好狗 在那区 中间还有一区 张街是 又不知道干嘛的一区 其实蛮有趣的 我觉得 那挺好 对我倒不是喜欢说 泰国里的喧闹感 我倒觉得他其实 就是因为他没有 整个片区被拿走 那其实他反而展现出 很多不同的 这个城市的表情 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难能可怪的 一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他 未来不要把 整个张街都买走 买走就没了 还真是 聊了感觉还不错 那我好想再去一下 就是好久没去过了 对吧 之前老去那吃面 就很喜欢 我零几年 奥运前的时候 其实张街那块 挺有趣的 原来的三里屯面馆 不在3.3 是在旁边 那个小区里面 对 你进那小区之后 找到最里面一家 然后进那个一楼半 然后先过他厨房 你走过厨房以后 里面就四条凳子 然后一圈桌子 然后就站在那吃面 就是全是那种 那个气氛特别好 而且两边原来那个东西 两边还有就是手办 一层二层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你会觉得 两边的喧嚣 到这一块 你耳朵里声音是不一样的 你中间会过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 还蛮有趣 我那时候刚搬到三里屯 的时候 我要去社区报道 然后找那个北三里屯 街道办 绕了好久 不知道在哪里 就在转来转去 突然转进去 有一棵大树 边上了一个小门 你刚才没找好 直接找中八楼了 好吧 我觉得今天聊的 真的挺开心的 我也真的是会觉得 大家能够找到一个 自己喜欢的地方 去生活 用自己的方式 我这所谓多元 其实就是这样 你不必去迎合潮流 你也不必去觉得 现在这个东西比较流行 你就去追随它 你真的能够找到 让自己舒服 安心 生活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就是 对于大家 一个最美好的生活 面貌的这么一个展示 好 那OK 那咱们今天要不然就聊到这 行 好吧 以后有机会再来 好 特别欢迎 我也特别感谢 学科能够做科日谈公园 然后包括以后有很多专业的东西 是吧 我现在心里就有底了 人家跟我说 我这个东西能不能聊 我说那我这有专家 对 希望以后常来做科 好嘞 因为我们很近 我们很近 因为我们东西门离三里屯 也非常非常近 走路就可以了 你从沿着河走到我们 沿着样马河就这样过来 希望有朝一日 你可以划着冰过来 划着冰过来 对 我们先要把气候暖化给挡住 就可以划着冰过来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 对 我们跟大家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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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ll here's something you need to do Climb on board You'll soon manage To find at the far end of the carriage The most wonderful buffet There's everything you'd want to eat You can take a feast back to your seat Whatever you can fit onto your tray And the mist on the windows will start to fade And the mist on the windows will start to fade As the sun climbs higher in the sky And you can sit back with your cafe-o-lay While outside the Wigan city clatters by So things didn't quite meet expectations But you're bound to conclude upon reflection There's no reason you should give a damn Just treat yourself to a cinnamon pancake Very soon you'll forget your heartache When you have breakfast On the morning tram And you can sit back with your heart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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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can sit back with your heartache